我们都知道,宇宙起源于大爆炸,那么这个大爆炸会不会不止一次?答案可以是的,但前提是我们生活在多元宇宙中,如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,是取代过了另一个宇宙,也就是说,就像有数十一个星系一样,也可能有数十一个宇宙,每个宇宙都伴随着它的反宇宙伙伴,这样,宇宙之间才会得以平衡。 如果是真的,那么无限的宇宙和它们的反宇宙,可以在无限的时间范围内,被无限的大爆炸所创造,我们也知道宇宙最终可能会死亡,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注定会伴随着我们宇宙一起死亡。 相反,人类有能力解决问题,不要太担心,还有数十一个其他的宇宙等着被探索,一个入口,比如一个虫洞,可能是原始的虚无的残余,被发现原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宇宙,这只是时间问题。 如果多元宇宙理论是正确的,那么就有可能与生活在不同宇宙中的外星人见面,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如过去或未来的样子遇见你自己。 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,也提出了是有多个大爆炸,导致多个宇宙产生的理论,也有理论认为大爆炸发生在黑洞内部,我们的宇宙,因此是起源字幕宇宙的黑洞的一部分。 其中一种理论是在2010年提出的,也就是说每个黑洞都包含另一个宇宙,虽然它还没有被证明,但它并未遭到反驳。 严格地说,由于我们把大爆炸和基点联系在一起,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基点是在黑洞的中心,因此它们是唯一能发生大爆炸的地方。 要讨论的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,妙子理论,除了光明相对论,它试图向我们解释宇宙的起源方式,但是如果这些大爆炸导致了一个新的宇宙的诞生,你它们是在我们的宇宙发生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